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监察院爆出一对公务员夫妻档上班时还监差卖水果,并因此获利百万得以购债,不过,监察院正风市表示,买水果是私人行为,否认纵放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知情人士指出,监察院一名国防与情报委员会秋姓科员,以及现职为财产申报处副处长的妻子上班兼职卖水果,两人每天下班前都会跑到各科室去收水果订单,隔天清晨再从市场载水果来运送至各科室。 除此之外,两人更将水果运至正门会客室及财产申报处当母监办公室中,把办公室当临时仓库。 监院员工透露,夫妻俩十年内买下三千万元豪宅,而秋南的哥哥是法官,妻子又属监院权力核心,许多监院员工都敢怒不敢言,针对知情人士爆料,监察院正风市发声明指出, 秋南2008年起协助监院员工合作社订购水果,2011年后有同仁私下委定,称秋南未收取报酬及服务费。 正风市表示,若有投诉者所称监院员工之任何不法行为,将交由正风市依规定查明处理,如有及职务上机会违反相关法令规定,查有违法事实绝对依法纠办。